原标题,图级,数那些年坦克们发生过的车祸镜头下一探究竟各位好,这里是边内交通事故的现场是惨烈的,许多人看后都觉得害怕,陆地上最强横的交通工具,毫无疑问是坦克。 给人的感觉,可以横冲直撞无所顾忌,然而,即使是重达几十吨的坦克,也可能出车祸,然而,如果看到坦克和汽车相撞的场景,这会是什么感受呢?这样的悲惨的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。 俄罗斯西部城市库尔斯克·卡克举行的一次阅兵式上,一辆T-34坦克在史上运输卡车时发生测翻事故,现场浓烟滚滚,震惊了观众。 挪威的网游报,就曾报道过这样一起事故,事故发生在2016年3月20日,这一天,挪威陆军正在举行军事演习,但坦克部队在公路上进行高速机动时,却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。 一辆重达40吨的豹衣主站坦克,与一辆小汽车迎头相撞,汽车上的5人全部丧生在坦克的履带。 之下,因为速度过快,坦克几乎把小汽车压点了,事故现场极其惨烈,遇难者几乎被压得不成人形,事后赶来的家属,甚至都不敢上前查看。 坦克在路上出状况的情况还是很多的,小编和各位一起看看这种事故的照片看看,现场有多惨。 图为一辆从桥上摔下来的坦克,四分五点,以色列一辆吉普车与坦克相撞,然后被压成铁饼。 陷入泥潭的坦克,战斗民族也无能为力,一辆坦克闯入一户人家的花园。 汽车在路上超车坦克,结果就这样了,一辆骑在桥栏上的装甲车。 坦克是扁平的,它到底是怎么翻过来的呢? 还有侧向睡觉的,美军坦克压他了路基,入坑了。 坦克与火车相撞,结果安然无恙。 加一厘米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